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俄乌战争第22天 乌克兰政府昨天宣布 要开始对俄罗斯军队进行大反攻 包括首都基辅以及其他重要的城市 其实昨天乌军就对俄军占领的 赫尔松机场进行空袭 昨天是卫星照片 今天是乌军部队进入机场搜查 可以看到俄军损失惨重 有7架直升机以及数十辆军车被炸毁 另外在奥德萨附近的黑海上空 则是击落两架俄军苏-30的战斗机 那北方切尔尼哥夫的区域 则是击落一架苏-34的战轰机 情势开始反转了吗 乌克兰为什么有能力进行反攻呢 虽然俄军持续轰炸残杀人民 连小孩也不放过 甚至医护病患都假持变成人质 但是俄军的地面部队一直被乌军打爆 昨天两辆俄军的坦克被逼到无处可躲 最后在马路上被歼灭 画面全程拍摄 还有俄军的运兵车被空中无人机锁定 地面就难逃火箭弹的攻击 上头的俄罗斯的士兵就成了带载羔羊 乌军空中地面双镜头切换 让全世界看到俄军被痛载的画面 普丁有没有看到呢 还要继续打吗 而且日本还发现俄国可能将远东部队调往乌克兰 很明显俄国是否陷入了苦战 但是普丁仍然强硬 他的电视演说呛西方想要毁灭俄罗斯 还说要消灭国内的叛徒 痛骂是人渣跟叛徒 那普丁现在是困兽之斗吗 而泽伦斯基昨天对美国国会进行视讯演说 全场爆出热烈掌声 拜登则是回赠大礼包 军援8亿美元给乌克兰 包括弹簧刀无人机 以及S300的长城飞弹防空系统等 那乌克兰反攻号角响起 普丁的下场进入倒数计时吗 俄罗斯的情报机密一在外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习近平被爆图谋 今年秋天全面进攻台湾 原来中俄一直狼狈为奸 现在俄罗斯被全球围剿 中国呢你别想两面讨好 所以俄国是在拖中国下水 要死一起死吗 还是逼中国你非得帮这个俄国不可 不然就会抖出更多的肮脏事 这把全球的怒火会烧到中国吗 传出这个包括朱镕基在内等的退休大佬 反对习近平打破惯例 继续连任总书记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现在来宾首先是明镜阳立委 王定宇 中江大学 好 再来也是我们立法院 国防外交委员会的明镜阳立委 林静怡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是军事专家郑继文 中江好 大家好 还有辞任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台北市员李明贤 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清皇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好 大家好 现在关心俄军无差别轰炸 基辅民宅大楼被炸烂 民众排队买面包也被炸死 南部玛丽波的剧院 地上明明写着陡搭了俄文 意思是有孩童的意思 依然被炸成平地 马里乌波尔著名的红屋顶剧院 也遭到轰炸 地方官员说当时有上千名 老弱妇孺躲在剧院内避难 而剧院外的地上 甚至以陡大的俄文字标注 此处有孩童 造成的伤亡目前难以估计 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也持续被轰炸 购物中心就烧成了一团烈焰 索性当时建筑物内没有人 就是学校教室也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出目所及整个操场都是破瓦残骸 我们看到俄罗斯目前还是持续 针对乌克兰的平民 继续的狂轰烂炸 包括车站也炸毁 包括还有前两天的 妇产科医院持续的轰炸 另外在马里波的部分 当地著名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剧院 剧院前面明明写着俄文 写着有小孩 就是有平民的意思 俄军是照轰不悟 先讲清皇 现在俄罗斯是怎么样 正规军打不过乌克兰 然后就专找平民下手吗 对 你可以看得出来 俄罗斯的策略现在的方式 他就是告诉你说 之前第一阶段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说 他是要针对军事措施 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第二阶段 他为什么会现在对平民下手 很显然 他现在对平民下手 第一个他拉高他谈判的筹码 第二个他的军事动作受阻 受到阻碍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最新的状况 他在马里波这个地方 狂轰滥炸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网路上 你可以看到马里波的状况 真的炸得很凄惨 而且让人家觉得 最过分的是什么 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本来一开始告诉大家说 他只有针对军事措施 他不会针对这些老弱妇孺下手 而且事实上 依国际的战争罪来看 你对老弱妇孺下手 你基本上就是犯了战争罪 而且在军事交战 打到要对老弱妇孺下手 这就是一个很下杀难的手段 结果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一张 这个地方呢 是在马里波这个地方的剧院 这个剧院哦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地方收容了 大概上千名的 这个逃难的难民 在这个地方 那排在这个地方干嘛 避难嘛 那怕你轰炸嘛 那所以他也告诉你说 在这里的呢 你看这边是用当地的文字 写上大大的孩童两个字 这个是俄文的孩童 那为什么要写孩童这个字 他就是要告诉俄罗斯的军队说 这个地方有很多小孩子在里面 而且事实上 确实我看到影片里面 真的很多小孩 结果你看到什么 你竟然看到俄罗斯 来轰炸这个地方 他轰炸的地方 就百名就告诉你 我就是故意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最新的 这个来自于乌克兰方面的军事消息 他证实告诉你说 第一个 俄军现在军纪败坏 到处杀墙掳掠 第二个 你也看到说 俄罗斯现在军队已经不择手段 那为什么不择手段 中间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呢 也是今天才出来的新闻 这上面告诉你什么呢 来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上面的新闻 他上面写什么 他告诉你乌克兰军队干嘛 反攻 这个字眼很重要 他告诉你乌克兰军队在反攻 为什么 因为这场战争一开始 我们都以为说 这个乌克兰会被俄罗斯碾压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乌克兰不但扛住了 而且乌克兰竟然开始在做反攻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马里坡这个地方 就是最标准的 他被俄罗斯的军队包围住 然后呢断水断电断粮 那被断了这么久的时间 人家还撑住 俄军没有攻下来 不但没有攻下来 还看到马里坡这个地方呢 乌克兰军队反攻 不但反攻呢 而且在这两天呢 还杀了一个这个俄罗斯的将领 一个少将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 在乌克兰马里坡这个地方的 抵抗态势非常的凶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俄军在这个地方呢 他干脆下重手 但是人家现在就讲 俄罗斯这个动作 除了说在威胁要拉高谈判筹码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在宣泄 他普丁愤怒的情绪 为什么在宣泄愤怒的情绪 因为九宫不下嘛 不但九宫不下 你看在基辅战场 我们讲他本来有三路在包围 西北东北 然后跟他来自东边 结果东边这一路退回去了 西北跟东北有没有进展 没有进展 而且我们还看到什么 这个基辅的一个独立记者 还有基辅的战地作家 发在自己推特上面说 你们不要说我们基辅被包围 我们基辅并没有被包围 所以他显示说 你也看到真实的状况是 俄罗斯的军队三五万人 要包围基辅一个三百万人的城市 你自己想想看 以数字来讲客观上可不可能 不可能嘛 所以这就表示说 这三五万人 他是拿来干嘛用的 他是拿来威吓用的 他不是真的拿来包围用的 所以你看俄罗斯在基辅 也没有形成包围的态势 然后在基辅这个地方卡住 不但卡住 你还可以看到 这个欧洲东欧三个国家的总理 他就到基辅去 为泽伦斯基站台 这个进去的动作 其实也告诉大家一件事 从东欧到这个乌克兰的补给路线 是畅通的 而且你再想一件事情 这三个国家的总理 如果没有得到安全的一定的保障 他能够轻易深入到基辅去吗 一定不敢去 当然不会嘛 那我问你 谁能够做这么大的一个安全的保障 美军嘛 一定是后面有美国跟美军的支持 这三个国家的总理 他深入到基辅去的时候 他才有一定的安全的保障 所以这个象征其实告诉 警告俄罗斯的态势非常明显 那除了在基辅之外 你在马力波看到这个乌克兰军队抵抗住了 连在南方 就我们看到这克尔松这个城市里面 你也看到在这边乌克兰也没有绝对的 俄罗斯也没有绝对的优势 说把这边全部都占领起来 你也看到在克尔松这个地方 竟然会发现说 在乌克兰反攻那个机场 我们看到俄罗斯停了49架 49架被炸掉了30架 所以你看到在乌东 乌北跟乌南的状况都可以看得出来 俄罗斯在这边呢 他的优势是慢慢的失去 失去到现在 连乌克兰军队都吹起了反攻的号角 的确 现在的这个趋势显然是 俄罗斯的地面部队 在乌克兰没有占到上风 而且反而是一路被打到趴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 正规军你打不过 你就专找平民下手吗 那甚至更 这个让人觉得手段凶残 竟然连医护也要加持变成人职吗 有400人 包括医护还有病患等等 通通变成人职 这种行为呢 简直是跟土匪 或者说暴徒行径 完全是一样的嘛 来经营委员 这个显然是让人不齿嘛 过去战争当中 有发生这样这种情况吗 这俄罗斯的这种行为 简直是全球都没办法接受 理论上在战争的时候 你大概至少会先避开老人 小孩跟妇女啦 那所以前一段时间 这个他们炸到妇产科医院 有一个照片是 那个一个孕妇 她躺在单架上被抬出来 后来据新闻追踪 同时那个孕妇跟她肚子里面小孩两个都过世 所以像这样子的事情 会导致世界上对于这个战争侵略国 非常强烈的愤怒 但是我们看回来 普丁这边会遇到什么状况 其实会看到 不论是世界各国什么北约啦 或者是说这个美国总统 他们就会想 我谴责啊 你怎么可以打 你怎么可以打医院 你怎么可以打 你怎么可以打孩童 我觉得最有效的谴责方式 当然就是在经济上给予制裁 可是经济上给予制裁 我想全世界多数的这种武器 比较强的国家都在截至一个事情 是不要跟着打下去 因为一旦跟着打下去 这个战争就没完没了 但是在俄罗斯没有受到 这种战争制裁 他只有经济制裁的情况之下 就要看那个经济制裁的手段 强不强到 普丁终于愿意面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这边乌克兰的总统 是会顾虑他的人民的 普丁是不会顾虑他的人民的 所以今天同样的状况 如果说他的普丁这边的人民 正在受苦的时候 普丁不会受这个威胁 不过现在乌克兰的这个 显然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你如果还要去把这些医护 病患当成是人质 恐怕会让乌克兰的人民 更加反抗 因为这可能是跟民族性有关 对 乌克兰的民族性 跟乌克兰目前状况 他们是非常生气的 但是现在我一直在观察的事情是说 到底我们整个国际上面 给的谴责也好 因为谴责这句话就是 普丁没有在怕你谴责 他不会怕你谴责 我要怕你骂 你骂他是个坏人 你怕他是个屠夫 他不会管你 那经济上的制裁可以 他会评估到说 我们对于俄罗斯内部 他的经济 接受经济制裁 可以损伤到什么程度 让他会疼 一定是这个状况 他们认为去损害乌克兰 这边的民众的生命危险 乌克兰这边大家会觉得痛 那现在回过头来 如果要让这个战争 有机会赶快终止 或愿意好好谴责 就是什么状况之下 普丁会觉得痛 的确现在包括欧美国家 这个不管是经济制裁 或是实际的军援乌克兰 那美国总统拜登也最新宣布 要在军援乌克兰 228亿的武器 他说他是发自内心说 普丁你就是一个战犯 同时公布这个军援 外界说这是一个大礼包 要请教这个纪文兄了 我们军事专家 关键的军援 包括有这个迷你杀手 要助阵乌克兰 这个我们说是弹簧刀的无人机 他的到底他的功能 厉害在哪里 跟过去我们所认识的无人机 差别在哪里 其实这个弹簧刀系列 大概分两种 一个是比较小型 弹簧刀300 他主要是针对像人员 然后一些轻型的这个车辆 那另外是弹簧刀600 那他主要就是针对像战甲车 特别坦克 主战坦克这类比较这个重要 兼顾威力大的这个地面武器 而弹簧刀系列 我必须说 它是一个新科技的一个先进的武器 那其实这几年才开始 在战场被运用 那我们看很多资料 第一次应用可能是在叙利亚内战 针对IS 那这个包括俄国 包括这个美国 都有把这种所谓的这种类似 有人说是叫做巡飞弹 就是你发射上去以后 它本身虽然是一个小型的无人机 但它是一个自杀无人机 它的体积不大 但它很大部分是装有弹头 还有一个简易的瞄准 或者自动追踪系统 所以等于就是一个飞行炸弹 飞行炸弹 而且这个飞行炸弹 不是升空以后就要掉下来 不像炸弹一个抛物线 它升空以后 它还利用它的电动推进系统 可以在战场巡航一段时间 像这个弹簧刀600 它可以巡航超过半个小时 它可以攻击50英里范围内的战场目标 50英里就很大 50英里可能整个大台北周边 可能装甲车辆或重要的目标 它发动攻击 那这一种武器 其实它很厉害 就是它已经运用一些人工智慧 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认为包括变质式技术等等 那整合进去 它会变得更聪明 那个人工智慧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说无人机 一般就是这个人力去操控 那它是AI的人工智慧是怎么样 它会去帮你辨别吗 它会利用你先储存进去的一些资料库 进行电脑快速的对比 然后找到这个敌方的目标 发动攻击 它和之前美国军援的 可能这个刺针防空飞弹 标枪反战车飞弹 不同的就是 它发射以后自己找目标 而不像你刺针或者这个标枪 你必须要人到前线 找到目标发动攻击 把它摧毁 因此这种巡飞弹 对于操作人来讲很安全 打到空中以后 就是让它自己去找 也就是说那个刺针的话 要深入战区 发射之后你可能要赶快变换位置 对对对 那个标枪更是 标枪的射程大概千来 一千多公尺嘛 两千公尺左右 因此你要在前线 冒着战火 或者被敌人反击的风险 而这种弹簧刀 它在操作上 它是不需要承受这些风险 无从 就敌军无从去避免 你是从哪里飞来的 对而且哦 你大量发射以后 在战区形成一个猎杀突鹰 就像战场很多突鹰在这个上空盘旋 随时找猎物 然后再加上这种东西 它是利用电动推进 它本身的声音很小 几乎没什么噪音 因此这种东西是防不胜防 更重要就是 它的体积不大 一般传统的防空雷达 难以找到这样的空中目标物 原始就现代的科技 尤其是野战防空 整个科技来讲 它属于一个不对称攻击的力 那这种无人机这种自杀型的啦 它价位怎么样 会价位很高吗 很贵吗 当然这个价位 你这种轻便 当然要能大量生产 大量采购 那才可以达到 不对称的这个替代的优势 那据了解 一枚这个弹簧刀300 它大概是6000美元 还不到1万美元 原始对于 如果说成功攻击量 车辆 即使一个普通的装甲车 台币十几万而已 快十万美元 你看这个替换的比例 如果攻击一台坦克 一台坦克要多少钱 一台坦克的话可能就贵了 大概三四百万美元 如果是T7是200万美元 那如果是弹簧刀600 我认为可能上万这个美金 十来万美金 但就整个交换比来讲 你还是非常划算的 当然除了弹簧刀以外 其实美国军援 列入清单的 还有前苏联 供应给东欧国家采用的武器 那之前有说 这个波兰的米格29 那我们知道 后来因为各种技术问题 波兰和美国说 我不攻击 但现在有考虑到 这个供应S300 防空飞弹系统 S300是前苏联解体前 发展出当时很先进的武器 像乌克兰军方和俄军 其实都有采用 但过去二十几天的 整个俄军的大规模空袭 其实乌军这些武器 折损很多 也因此包括一些东欧国家 之前使用的S300 退役下来 或者美军另外找 可以攻售的伤员 然后公益给乌克兰 让他能重建 他本身的防空飞弹网路 对于俄罗斯 肆无忌惮的空中活动 或空中攻击 起到一个起码的制约的作用 是的确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 这个弹簧刀的无人机 就是因为这次的俄乌战争 其实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吃了很大的亏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 俄罗斯的坦克大军 就是被无人机锁定 然后被摧毁 这个威腕怎么样看 包括这个弹簧道路无人机 还有斯洛伐克愿意提供S300 长城的这种防空的飞弹给乌克兰 对于乌克兰现在的防卫也好 或说现在要进行反攻也好 是不是提供非常大的助力 我从南边开始看 这里是这个尼可拉耶夫 是俄罗斯南面军要打下奥迪赛港 一定要拿下战略要地 你不拿下他呢 奥迪赛港你用两栖登陆都没有用 打到现在打不下来 那这里叫克尔松 克尔松他们所谓的占领控制之后 竟然还可以让乌克兰军有效的 把克尔松的国际机场里面 停放的武器装备武装直人机 炸毁几十架 对 你说炸毁几十架要打多久吗 炸毁几十架要多大的兵力吗 那你告诉我你实质控制的克尔松 并没有 我觉得并没有 你控制了点 也许控制了市政府中心 那周边的树林还有谁 你该不该担心 而且他连防空都没有 对不对 他打你 你应该要回击 你有没有看到被打 有没有回击进攻方 没有 好像你飞机停好 人家在那边等着要打你 对 然后再来他打不过来 就只好往上走 走到另外这一个叫做 Keyville Reef 这个是一个新的目标 很明显俄罗斯部队往上走 希望拿下这里之后 就可以基辅在这里 基辅在这里 就可以南面军 北面军 东面军 可以威胁到基辅 可是你知道吗 二十万的兵力 分散这么多区域 你这边拿不下来 往上走 这里的乌克兰部队 是会回击的 所以你在往上走 恐怕又造成他的补给线过长 腹背受敌 到最后呢 你到底是谁为谁 会分不清楚 那乌南呢 现在最惨烈的地方是 这个玛丽乌坡这个地方 玛丽乌坡 玛丽乌坡这个地方呢 它的东边的郊区 大概被拿下来 那现在那边在基站 那边就有医院当人职啦 或者有theater 就是那个玛丽坡剧院的事情 大概在那边发生的 那这里有一个别野江斯克 这个地方 俄军就在这边做两栖登陆上来 所以用这边对照 对照你就知道 这个地方 大概 玛丽乌坡这个地方 它被包围到现在进入第四周 勇敢的乌克兰军民 这只有几十万的小城镇 还是挺住耶 走住 但因为周边都被包围 所以俄军在亚述海这里 可以进行两栖登陆 那为什么要两栖登陆 你从这边就 这边就有了嘛 你从克里米亚开外就好嘛 两栖登陆也透露一个讯息 俄罗斯的部队被打光了 要补充兵力 也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 BTG 他们的银级战术团 在那边耗损 本来有七个 银级战术团在这里 那可能被打掉了 必须尽数补充 所以坦白讲 Mariu Paul这次打的是可歌可泣 然后往上面走 这里有一个小地方叫Izum 这个Izum是一个 人口出台十万上以下的 一个小城镇 可是它很重要 它控制了高速公路的节点 这上面有一个地方 大家现在很熟的 叫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也是打了 围了二十几天了 现在进入第四周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第二大城 48小时俄罗斯要拿下来 拿不下来之后 二军往南走 希望跟乌东 顿内斯克这边的部队 这边合围 合围这个小城镇 如果打下这个小城镇之后 他就可以往这边前进 以目标还是维持基辅 那我们必须说 到目前为止 二军的计划没有一个落实 补给线一样过长 你以为哈尔科夫这边吃财 你现在往这边难打的话 你这边没有把它打下来 你的面往外突出的话 这里可能还会有变化 往上走我上次在中江节目提醒过苏梅 苏梅是十小时就应该拿下来 苏梅你看俄罗斯在这里 边界过来就苏梅 所以现在还是守住 而且最近我看到画面 二军被打退 不是二军一大堆投降 被俘虏了 反而二军投降了 苏梅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边界 这么近的位置 那第一天打的话 哈尔科夫落下48小时 苏梅其实25万人口 10小时左右 而且那边驻守的军队 你说一个旅一个团在那里 这么小的地方他拿不下来 一直打不下 因为他拿下来很重要 他部队才能在那边展开来 才没有后顾之忧 一直拿不下来 就他所以只好派军队 绕过他往这边走 那苏梅到现在 你还会看到大量的 二军有投降的现象 那其他在基辅市 我们讲他不是合围 所以我讲 这个战况的结论 我们看到四个迹象 第一个 欧盟的三个首相 愿意来到基辅 可见他 你知道波兰的首相 要对谁负责 波兰人民 对 他进去要安全 他如果不安全 波兰的政局会动荡 所以三个国家的行政院长 进到基辅 那个叫besiege the city 就是被围攻的城市 安全的进去 拍了照 安全的出来 这个安全无疑 代表的是 在那个地方 乌克兰军方 还是可以控制到 安全的区域 对 然后另外呢 他们代表的欧盟 直接回过头 挑战你普丁的 禁忌 普丁说不准你来 空中不准你飞 不准你跟他接触 所有的禁忌 甚至于你的运捕车队 我都要打 我现在不止运捕车队 继续走 我首相都来了 那第三个 代表对乌克兰的支持 你三个首相来 如果还是在送那个反坦克 飞弹啊 刺针飞弹 对 太小气了嘛 所以三个首相来 一定有带大礼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新的事情是 这个 有一个城市早就被俄罗斯占领了 他有一个帅哥市长 叫做费德罗夫 费德罗夫不是被绑架走了吗 然后现在扶持一个大妈 在那边要当一个傀儡市长 那乌克兰要叛国序 来叛他 今天很奇怪 俄罗斯愿意用九个小兵 很年轻 二十一二岁小兵 换这个俘虏 一般换俘要对等 你一个市长 逼他当傀儡 他不当傀儡 你好歹换个中校回来 你用一个市长 去换九个小兵回来 这代表的讯息 到底是哪边是强势 哪边是弱势 所以 小兵就能换市长回来 太划算了 然后这些迹象都透露一个怪 这个怪可能代表的战局的逆转 这个怪也代表的目前盟军 包含美国北约 帮助乌克兰方式是正确的 我给你战斗机 你要运补 要石油 机场被炸掉 我反而针对俄罗斯的缺点 给你不对称武器 然后马上就可以用 运补也很容易 不管是弹簧刀的无人机 或者现在的S300 或者监射型的 这些武器都是对症下药 而俄罗斯恐吓你在运 我就要炸你 那三个总理区又把他破掉了 所以这整个战事 现在和谈 我觉得和谈还是谈谈打打 不见得有结果 但是战事可能在翻转当中 但老师怎么看 现在普丁强奴之末 他到底是面临什么样的局势 现在是困兽之斗吗 对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军队 一开始是刻意避开平民 因为他要让他的战争具有正当性 可是现在已经完全不顾了 甚至是针对平民的住宅 甚至是针对医院来进行攻击 我必须要讲 普丁已经是个屠夫了 是个筷子手了 所以为什么拜登要说 要把他说他是个战争犯 这很严重 就他违反了所谓的国际人道罪 什么叫战争犯 就是根据我们联合国的规定 就是说他对平民进行 故意的无差别的攻击 造成死亡 那之前他可能可以说 我是误射 我怎么射错地方 射到住宅 可能就是无心之过 现在你没有理由了 我们看到了 连医院都进行轰炸 连这边有讲过 连这个剧场有写说 我有小孩 你照样的乱炸 那就是针对性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严重的 我相信我们会有一天看到 这个普丁 就跟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当时日本的首相东条英基 被送到的东京的远东军事法庭 去审判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德国纳粹的二把手 当时的戈林他当过空军的这个左司令 他被送到了纽伦堡大省 被审判一样 而且都被处以绞刑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针对军人作战 你是针对平民 中国当时被这个日本占领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南京大屠杀 那是无差别的屠杀 德国纳粹对于我们知道 犹太人的这个大规模的屠杀 跟这个所谓的集中营 那个也是非常严重的国际人道罪 所以我必须要讲这样现在的这个普丁 他同样的犯了这个所谓的战争罪 所以我觉得这个拜登 他是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普丁也是常大理事国之一 所以到时候美国如果提出来的时候 中国你就要表态了 中国如果你还是像现在的国际 我们看最近联合国的国际法庭 他不表态 他跟俄罗斯站在一起 很抱歉 你中国跟俄罗斯就是共同帮助犯 你就是协助普丁的这个进行 国际法庭就俄国跟中国两位法官反对 反对对对 你们是公然的反对哦 所以我也为王毅说 哎呀不要把我们中国 不要纳入被制裁的对象 很抱歉 现在对普丁最大的支持者是谁 就是中国 国际现在看到你中国跟俄罗斯 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是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晶圆嘛 不会全线反攻 因为对乌军来讲 我最重要就是把战线拉长 多的时间够久 久了以后对俄军的国际压力 你的战场的这个后勤相关的支持 或者财务的消耗 会对俄国来讲受不了 而这个对我有利啊 也使他会采取一个局部反击 等于对方重创